今次的俄乌戰爭,普京會不會真的瘋狂到動用核武呢? 大家好,我是Brian,來到這集《普京下令核武戒備》 俄乌戰爭的戲劇性不斷轉化 因為昨天說了,澤連斯基不肯進行談判 因為普京選擇了白俄地區作為談判的地點 突然之間,澤連斯基又說願意派代表團去到白俄 現在的時間應該已經去到白俄的位置進行談判 為何突然會急劇變化呢? 我相信也離不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昨天我也說了 俄軍是大軍壓境,去到基乎的西北變 雖然傳媒都說到俄軍今次的選號也不少 四千多名俄軍可能選號 不知道真還是假 因為這個始終是來自烏克蘭軍方 可能有水份,但就算有水份 我想三千人都走不掉 但其實他只是用了六萬兵力 六萬兵力損失三千 一萬多兵力,但外面還有十二萬兵力他還沒用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用呢? 昨天我也說了如果他下令的時候 真的再多些兵下來的時候 情況就更加不樂觀 而事實上今天已經有傳媒報道 美國那邊用人造衛星見到 由白俄那邊有更多俄軍 是正在下來的 大家現在畫面見到 就是人造衛星拍攝到 就是剛剛紅色區域那裡 就是白俄接釀烏克蘭的地區 即基庫的西北面 大概40公里的位置 人造衛星已經看到 大量俄軍的軍車 是陣列了一路向南駛 即是駛向基庫 而整個車隊的全場大概5公里 你就知道裡面有幾百架這些軍車 所以每架軍車裡面 可能載著幾十人的軍隊 你就知道他有幾多軍兵 或者有幾多兵力下來了 這個也可能令到 澤連司機在短時間之內 改變他的議員 由原本不肯去談判 就變成突然間 都是談判了 他也向國民說 希望盡量把握 可以獲得和平的機會 即是透過這次談判 不過他也說過 也不會抱太大期望 因為他也知道很難談 這次的談判 另外 令到他突然間改變心態 肯談判 當然離不開昨天 普京 普京下令 這個核武部隊 或者核武震懾力量 要處於戒備狀態 而這個部隊本身 是控制一些核武裝置 即是核彈 他主要是回應北約成員國對他所做的金融制裁 包括把俄羅斯剔出SWIFT的金融系統 因為這個本身是一個國際結算系統 是銀行和銀行之間的結算系統 如果你剔出之後 其實對於俄羅斯的金融系統很麻煩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SWIFT系統本身是一個金融核彈 即是歐盟或者北約那邊就不肯出兵 但他就用這種經濟手段去對付普京 似乎對普京來說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激怒了普京 普京於是就說 你玩金融核彈我就玩真核彈 我就叫我的核彈部隊 或者核武部隊 處於一個特殊的解備狀態 其實他有一點發晦氣 即是你這樣玩我又玩大一點 即是現在大家越玩越大 究竟他是不是會夠膽用核武去對付烏克蘭 或者對付歐盟的國家 我今集會講一講究竟他利用核武的機會有多高 究竟俄羅斯現在核武或核彈數量有多少 根據華爾街日華爾街郵報所報導 他就統計了大概俄羅斯現在部署的核彈頭 大概1500個 還有3000個處於一個倉庫 還未戒備的那些 我再走去斯德哥遠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他也發表過的報告顯示了俄羅斯核武的力量有多少 他說到總數應該有6500 而真的處於一個部署狀態 有14444枚 跟華爾街郵報差不多 華爾街郵報差不多 華爾街郵報說是1500個 而儲存3000個 如果這樣看總數 似乎這個斯德哥遠摩和平研究所 顯示到俄軍的核彈數目更多 6500個 但有1400 1400左右是處於一個戒備或是一個部署狀態 所以 裏面的報告也有顯示了 他有不同種類的核彈頭的型號 爆炸威力 主要分兩類 這個戰術型核彈的種類有17種 而這個戰略型核彈有15種 現在俄軍把這些核彈頭或核武器部署在哪裡 白色的區域就是俄羅斯的疆域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由這個 中國的北邊一直部署到東歐的位置 而烏克蘭就是這裏 烏克蘭這個位置就是烏克蘭 你會看到烏克蘭附近 俄羅斯一早部署了一些大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 這個ICBM就是洲際彈道彈 可以射程幾千公里 不只是射烏克蘭 可以射到歐洲任何地區都可以 所以你會看到俄羅斯基本上 起碼有兩個發射台 在這裏向著東歐 或者向著歐洲的方向 而這邊 南少少有一個發射台 向著中東或者中亞地區 所以現在我們反而擔心這兩個發射台 近烏克蘭的兩個發射台 究竟會不會對烏克蘭甚至歐洲地區造成威脅 既然普京下令要處於一個戒備狀態的時候 要了解普京會不會真的用核彈 首先要了解核彈的原理和威力 從這方面去推斷究竟普京的思路是怎樣的 核彈的原理是二次大戰的時候開始研製原子彈 原子彈可以看成核彈最初期的設計 現在大家的畫面可以看到 就是當時在廣島所用的 即是二次大戰所用的原子彈 叫Fatman 即是小胖子 裡面的結構就用了Protonium 即是這個不燃料做核心 放在中間淺藍色的位置 外圍有些黃色的炸藥 首先是引爆了外圍黃色炸藥 產生一個內爆的壓力 利用高壓把裡面的不燃料壓縮 當它壓縮的時候密度就會增加 當密度大過這個臨界密度的時候 就會產生核裂變 是一個連鎖反應 是不受控的連鎖反應 就會核爆 所以這個就是簡單地去講整個核爆的原理 就是一個不受控的核裂變 就和我之前說這個赤爾諾貝爾核電廠的 受控核裂變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威力是遠比核電廠洩漏很多的 如果你說引爆核彈或原子彈這一類 究竟對我們人類有什麼殺傷力 這個畫面是電腦構圖 這個不是真的 在一個城市上引爆的時候 其實它有三方面的殺傷力 第一殺傷力當然離不開 它中心的高溫 因為核爆中心大概溫度 如果以廣島那次來計 大概是3000至4000度 但你要知道太陽表面是6000度 可想而知它已經去到太陽表面的一半溫度 所以如果你是核爆中心區的人 基本上屍體都找不到 即時蒸發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殺傷力 第二種殺傷力就是它爆的時候 空氣會膨脹 產生衝擊波 你在核爆中心外圍的人 就會受到這個衝擊波的撞擊而死亡 可能令到你內傷 比如你的胸骨碎裂 插下你的內臟等等 或者受到這個衝擊波的震動 腦震蕩死亡 但如果你經過第一輪的衝擊波都沒事 不代表你真的沒事 因為為什麼呢? 當你核爆後這個衝擊波向外擴散 核爆中心區會產生一個類似真空的狀態 在這個時候氣壓會下降 外面的空氣的高氣壓就會產生一個反向衝擊波 即是氣流突然向著核爆中心吹進去 這種反向衝擊波就會把外圍的人扯回去 扯回去核爆中心區的三四千度高溫再燒死你 所以這個反向衝擊波是當時殺死很多人 而第三個殺傷力就是來自於輻射 上次都說過核爆中心區最危險的就是加麻射線 因為它基本上很難阻擋 射程是最遠的 而且它以光速傳播 當它一核爆的時候 加麻射線就光速傳開去 你即時的身體就會受到高劑量的輻射照射 如果是近的話 你可以幾個小時內死亡 是可以嘔吐跟著頭暈昏迷死亡 如果是遠一點 但你都受到高劑量照射的時候 你未必即時死亡 但之後你可能會患癌等等這些情況而死亡 所以一個核爆主要就是高溫 衝擊波、反向衝擊波和核輻射 導致大量的人數死亡 當時二次大戰美國製造了三顆原子彈 現在畫面看到第一顆原子彈 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區核事爆 它的名字也叫做Trinity 即是三維一體核事爆 很諷刺 用三維一體去形容它 核爆完成功 當時美國剩下兩顆原子彈 當時日本珍珠港偷襲美國 美國參戰 在這個過程 最後它要令到日本投降 將剩下兩顆送給日本炭 當時它要選擇地方 其實一開始選了幾個地區 選了廣島、小倉和長崎 小倉就是我們所說的九州 後來選了廣島和長崎 大家在左邊看到這個就是廣島 這個真正的 這個不是電腦球圖 廣島核爆的情況和長崎核爆的情況 都產生了蘑菇雲 這兩次核爆的殺傷力有多大呢 在廣島那次造成九萬至十六萬人死亡 這是估計出來 因為剛剛也說過核爆中心區 三四千度很多人是蒸發了找不到屍體 所以現在是大概估算當時的殺傷力有這麼多 而長崎那次是有六萬至八萬人身亡 所以你夾一夾,兩次的原子彈爆炸殺死了二十多萬人 所以原子彈或者核彈 原子彈是最初期核彈的威力算是最低的那幾種 現在那些是比這個強很多 你可想而知,如果現在真的在戰爭上用核武的時候 死傷就真的不計其數 大家現在畫面看到也是廣島那次的原子彈爆炸 左邊就是扔下去之前,右邊就是扔完之後 你會看到原本扔之前有些建築物 雖然不是很高的,是平房的類 但是扔完之後變成平原 由平房變平原 那你就知道原子彈的威力了 但是這些是當時的人口 都沒有現在我們大城市的人口那麼高 如果是人口密度高那裡放原子彈或者核彈 真的不堪設想 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原子彈或者核爆的威力有多強 我就會嘗試在香港引爆一次核彈 當然是電腦模擬一次給大家 那我就選了尖沙咀文化中心作為核爆地點 那我就選了當年在廣島那顆原子彈的威力 就是15KT KT就是KT 就是以千噸的TNT黃色炸藥作為單位做計算 就是15KT 那我看看核爆的效果 效果就是這樣 如果核爆你看到有這麼多個圈代表什麼 我們逐個圈看看威力 中間黃色這個就是火球 就是剛剛所說的三四千度高溫的火球 基本上整個文化中心連同星光行的位置 就全部都焚燒 在這個情況 那再外圍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最重型衝擊波的位置 就是受衝擊波影響最大最嚴重的地區 就是這些就算是一些碩士建築 大部分都會倒閉 你會看到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由海港城那邊 一直走到太空管 到現在K11的位置 這個位置全部裡面的建築都會倒閉 那綠色是什麼呢? 綠色範圍 綠色範圍就是主要受輻射照射最強的影響範圍 就是由左敦前面的所有尖沙咀地區 包括尖東大部分地區 都是這個輻射照射範圍 那裡面的人基本上 他都說到是即時死亡 是致命的照射來的 一直到這個會展 在這邊 這個方圓是1.2公里 方圓1.2公里範圍的建築物 這個地區的人全部都會受強輻射照射 那你就知道威力 那再出一點 這個就是中型的衝擊波所影響的位置 就是受到衝擊波所影響的範圍 破壞力是中型的破壞程度 就已經涵蓋到油麻地 就是由油麻地一直到灣仔區 大部分地區 他都說到這些都是 很多建築物都會受損 中型程度的受損 然後再外圍黃色這個 縮小一點 就是現在橙黃色這個圈 基本上半徑是1.91公里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人 是可以有三級燒傷的 當然沒有剛剛中間黃色這個圈 就是裡面這個圈 基本上是蒸發 不要說燒傷 但外圍這個比較遠 他主要是三級燒傷 最外圍這個就是衝擊波 可以到達最遠的地區 就是這次原子彈爆炸 就是衝擊波 最遠是波及到深水埗 由深水埗一直到港島南區 連山頂都包含了 基本上整個港島最重要的市中心 都在這個衝擊波 所有玻璃槍都會爆裂 那你就知道威力有多強 這個只不過是最初型的那種原子彈 就是廣島頭下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 但是現代的核彈 遠遠可以強過這一個 因為我還沒說到氫彈 氫彈就是核彈之中最強的那一類核彈 究竟氫彈有多強呢 甚至俄羅斯本身有多強呢 曾經研製過人類史上最強的氫彈 如果俄羅斯真的會用核彈 究竟俄羅斯用核彈的機率有多高 以及如果他真的用核彈的時候 他會偷襲什麼城市什麼地區呢 這些分析所有內容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和大家詳細分享 請立即加入上帝的信徒 Youtube會員或Patreon會員 去收看完整版本 有關的入會連結已經向影片下方 H&B H&B H&B